小魚 大魚 水魚 鮮魚 鮮魚 鹽 鮮魚 鹽西瓜 也是一個很大的驚嚴 首先你把它拍拍 有彈線是最好的 這個這幾個都沒有 這個可能比較好 拿起它 聽到它有弧大聲,清脆很弱 打鼓響人 選一個沒有響 拿這個比較慢 實心的,這個其實更重 但是水份可能不太低 按理論的這個不好 拿回剛才那個 這個有一點清脆聲 我再選擇有沒有其他的 這些馬來西亞買到擺過不厚 好像不太容易 這些是實的 實的就不行了 這個也響不過不夠剛才那個響 在西瓜給點心機就沒辦法 嘩 嘩 這個簡直是啞的 死的 已經是硬了 最差的這個 最差這個 都是 選來選去 現在這一刻就是這個 最好 好,再買這個 三個擺一磅 我估計它都要60元 這個 好 買這個 磅了之後 69元 18磅有多 買回來 首先一定要用清水 洗一洗 西瓜皮 因為什麼都摸過 什麼都摸過 有泥 有塵 什麼都摸過 所以湯之前 一定要洗乾淨 然後最主要都要抹乾它 洗 好,現在開個西瓜 看看 剛才我選擇得好不好 不是十分響 不過都是響的 OK的 我們現在用生果刀 我用菜刀也可以 不過用生果刀 我們一般家庭就沒有西瓜刀 劈油才有 對不對 當然用這些生果刀也可以 如果你家裡有說西瓜刀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順著那邊 在深層次 插進去 就不會破兩邊 就會齊口 不要 這樣一腳就不行 要深層次 在裡面的腳 就會好些 這腳刀 因為我始終都希望 西瓜是一層 這樣 逼近一點 它會爆口 馬來西亞買到八個多 就離譜了 這隻西瓜如果三個八個三個九 是最便宜的 因為很多時候 它都五個九 所以如果你看到 它一做特價 它都是做了一天左右 這樣慢慢開 逼近一點 哎呀 都開得不好 不要緊 走位了 開出來看看 嘩 你看看這個多棒 大家看看 但西瓜是這樣的 現在不冷的 現在不冷的 這樣去吃 就不好吃 實心這些皮很厚 還有可能開出來白的 這個很漂亮的 好 現在我封了保鮮紙 先冷一冷 再一個多兩個小時 封好 待會兩個多小時 再跟大家說 西瓜 冷了兩個多小時 現在要處理了 因為西瓜 沒有冷過 怎麼吃呢 我不喜歡吃的 不知是有點悶悶的 我一定要先冷一冷 其實這麼大的西瓜 我告訴大家 你猜可以炸到幾多汁呢 其實真是划算 現在外面 喝一杯西瓜汁 你如果真是純 你不要在台灣 混幾百隻冰 那些 都要五十塊台幣 那我們現在 自己炸 當然不會下冰 用一半來炸汁 這些西瓜很差的 是有點核 所以我們要先挑些核 在家吃東西 當然是希望小朋友 老婆做得 吃得好一點 但是你說 是不是很多功夫嗎 我又覺得不是的 這些太小顆的核 就隨它 這些黑色的就沒辦法 先切開 這個要小心一點 切 這裡有幾顆 就知道了 飛了它去 飛了它去 我舊舊切好了 再跟大家說 嘩 幾經辛苦 已經批了半個 其實我還可以批一些 這些紅薄薄都可以的 皮真的薄的 你只要懂得選擇就可以了 這個也不是十分OK的 但真的皮薄的 你看到嗎 我做了 把那些黑色的核 就清除了 白色的就油了 嘩 一盒都裝不完 都是手持攪拌器 同虎榜 很簡單 最重要是手乾淨 可以了 先試一下 你知不知道現在外面喝一杯 唇的西瓜汁 其實不用開到最慢的 開到最慢的 可以 入瓶 你猜這裡可以入到多少瓶 好 嘩 這麼多已經一瓶了 炸好了再跟大家說 終於炸好了 現在還差一點 OK了 嘩 這裡大約八磅西瓜 就可以針到 這裡一升 兩升 兩升 剛才我們偷吃了十多球 兩升 這裡一杯大約 嘩 好 好 我們八磅 八四三十二 大約三十元 就可以三杯 六杯 七杯 大約七杯這些西瓜汁 三十元有七杯 純西瓜汁 這個還有十磅西瓜 我要先冷藏 這麼熱天氣 如果這個價錢 自己可以炸到一些 純的果汁 尤其是西瓜汁 雖然是很涼的 但這天氣是不怕的 因為很熱 這些冷凍一喝 是一無敵的 可以試一下 希望大家試一下 挑選西瓜 很容易的 響炸就可以了 不要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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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皮就厚到死 多薄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